由于电视以及电脑的普及化 孩子们近视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出现了视力提早老化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谈谈 如何保护您的灵魂之窗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了知名保健公司 Vision Smart的华人市场总监 Kalina来到节目当中 Kalina你好 嗨 大家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视力保健的问题 其实要从小开始做起 对不对 那么尤其是视力 一旦你发现了这个近视问题 有时候很难去把它回复过来 只能是日益恶化了 对不对 那么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产品 尤其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产品 叫做黑醋粒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家事会中心 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叫做施惠灵 那么你们有很多的很好的反应 就是在眼睛的保护方面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在服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总是心里面会比较担心 就是说公司 你们公司的这些制造的过程 是不是安全性怎么样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家事会中心这个公司呢 OK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总公司 其实它的背景是 我们自己在纽西兰 有着这个种植 栽培生产研发 这一系列的一个机构 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总公司 是和纽西兰政府合作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做所有的research 就是说政府都会 我们做1$ 他们就赔我们1$ 所以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本身这个机构 有330位PhD 然后每天其实都会在研究 整个纽西兰 大家都知道 就农作物非常的多 是的 而且这个黑粗粒 其实也是纽西兰的 就是说国家的 非常健康的一个果实 所以他们就用所有的力量 来研究这个黑粗粒里面 带有什么营养的成分 这里这个黑粗粒的营养成分 和蓝莓的营养成分 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像 非常像 对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 其实完全都是不同的 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 经过我们常年的研究了 发现是叫做一个D3R和C3R 这两种成分 但是它和蓝莓来相比 其实蓝莓只是它的80分之一 80分 蓝莓已经是很super了 对 所以这个是super super 对 而且这个黑粗粒里边的 这个Vitamin C的成分 要是orange的四倍 所以它这个整体来说 它的营养成分是 现在来说 它的抗氧化能源 营养成分是水果中最高的 是 那这样讲起来 就是它不仅是对于 这个势力会有帮助 其实它对于一般 我们这个保健工作上面 也有很 也是很高的营养素了 对 因为这个要看 每个地方的市场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总公司 原材料公司 专门是 就是说提取这个成分 花青素 卖到世界上各地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 日本的小林 明智 大种 他们就是用这个花青素 是作为预防这个 就是flu influenza 比较多 流感 对 然后比如说像法国 我们卖给法国 它是治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大家都知道法国人 每天吃很多很多的肉 美食 对 而且每天喝红酒 为什么 鸭肉 什么都来 但是为什么 他们这个心脏的死亡率 现在是世界上最低的 就是因为这个红酒里边 有放这个blackcurrant 这个黑醋粒的这种powder 成分 对 然后它会让你这个血液循环 而且心血管的疾病 都会很好的预防 那么在美国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市面上 非常受欢迎 像你们的这个 vision smart 那它的功能 主要是可以带给我们 华人观众朋友 什么样的成效呢 对 它的功能 主要是对我们的眼睛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 我们放到220毫克的花青素 这个有220毫克的花青素 它就可以穿透你的脑血屏障 这个脑血屏障 专门是broke住 你所有的这些不良的成分 但是一旦你有疾病的时候 你想吸收其他的成分 也是非常的难的 我们用作220毫克 现在不管是在日本韩国 还是英国的国立大学 已经被证明这220毫克 可以在30分钟之内 穿越你的脑血屏障 然后抵达你眼睛的毛细血管 改善你所有眼睛的 一系列的问题 特别是帮你把 不好的东西排出来 老花物排出来 然后再把营养成分送进去 这才是一个真正非常完善和 循环 这个吸收力才够好 对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当然是这个 视力的保护是非常重要 但尤其对于华人观众朋友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华人的孩子们 在这个电视机前面 然后从小其实功课都不错 可能看书的时间也长 然后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时间也长 所以是不是也建议大家 其实这个视力保护 要从小就要开始做起 当然要从小开始做起了 当然同时它的知识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要 就是家长要看着它 另外小孩子 饮食上边 它不会吸收太多的这种抗氧化的成分 比较挑剔 所以家长就一定会多给他一些这些 比如说我们的黑粗粒果汁来浓缩一下 小孩子不吃药丸没有关系 从小来喝这种果汁的话 你喝orange juice 也许它的糖分也会比较多 但是这个black currant juice 里边的vitamin C 还是花青素 也还有其他的 就是中和营养成分 甚至是矿物质 都是其他的果汁的好几杯 所以真的是非常 大人们可以吃这个药丸 那么小孩子可以用果汁的方式来吸收 对 预防 对 来预防 那么相信大人小孩的视力和健康 我们都可以顾得到 对 非常谢谢Colina 来我们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这么好的消息 那么如果大家在视力保健上 需要帮助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이bee Stat振